小胡,我就是纯纯家用,城市待步 请问2022新款的福特瑞接PLUS和2023新款的大众通关R 哪个好,哪个用着省心,耐用,毛病少 首先呢,这两款车的差距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但是你只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你买完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子的发动机变速箱驾驶感受 车身安全上到底哪更好一些 首先它俩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价位一台最低配的福特瑞接PLUS可以买台最高配的通关R了 这是个差距 再一个大众通关R有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这个颗粒捕捉器 2023款还会不会堵塞 有人在网上说已经不堵塞了 堵不堵塞不是你说的算的 得靠时间去验证 毕竟这款车子才刚上市没几天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瑞接PLUS是基于福特CD4平台购义搭造的 像林肯的航海家呀 福特的金牛肉都是出自于这个平台的产物 那么车身上使用的钢材强度是非常优秀的 车身使用了1500兆帕强度的热身性钢和鹏钢组成 还有这个A柱B柱使用了热身性钢达到了1700兆帕的强度 就这个价位同级别 还有同价位无论是国产日系还是德系 要完全碾压他们 车身安全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大众通关R呢 基于大众的MKBAR平台购义搭造的 那么整台车身由高强度钢组成 使用率达到70% 首先车身 瑞接用的是热身性钢和鹏钢 你才用了这个高强度钢 这个是个差距 而且这个图关R AB柱 热身性钢强度才达到1000兆帕 瑞接达到1700兆帕 所以说车身强度上 瑞接PLUS完全碾压这个图关R 那么大家买车的时候啊 经常是挑一个漂亮的外观和内饰 最多看一看发动机和变速箱 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AB柱的 还有车身安全这一块 车身刚才强度上 那么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 发动碰撞的时候 他你不创他 他还撞你呢 对吧 如果AB柱 说的创机变形了 或者横梁 或者变梁 那你这车门打不开 你人是逃离不出去的 那多危险呢 错过了就你的黄金时间 剩下的自己去脑补 我就不多说了 是不是 都不是傻子 对吧 两款车子呢 都有两驱 还有四驱版本可以选择 都是采用伯格华纳的 四驱 采用的是多片离开器的 中央插足结构 那么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个福特尔瑞接PLUS啊 是有五座和七座 这个图关R呢 也有五座和七座 但是啊 这个大动图关R 它搭载的是大动的 第三代EA888发动机嘛 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啊 这个德系城嘛 包括这个宝马奔驰奥迪 它都分为高功率和低功率 这个图关R呢 低功率就是大家所谓的330 高功率就是880 有什么区别呢 330全系都是五座 没有七座 而且都是两驱 没有四驱 你要买很好的配置 只能买高功率 多花钱 买380 才有这个四驱版本 才有七座版本可以选择 是 这个七座呢 只是临时应付一下 可以如果长期间乘坐呢 非常不舒服 很拥堵 他就是说临时应付一下 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 他这个东西挺坑人的 说好听的 我有多个版本攻击选择 其实说 这就是套路 要你多花钱 你买低功率 我啥都不给你带 对吧 悬挂是前麦夫心 后面多勒杆的悬挂 并且悬挂 那个前后悬挂的下摆臂 都是这个普通的钢板悬挂 并没有铝合金材质 但是前后这个转向节啊 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而这个福特瑞介PLUS呢 它的悬挂 前麦夫心 后面多勒杆 下摆臂 还有这个转向底柱 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包括管线的处理 包裹呀 防腐 防锈这一块 都要比突破R好很多 动力上呢 瑞介PLUS搭载的自家生产的 横置的2.0T 直奔无论载压发动机 有机是390 马力是245 匹配一个通讯和福特 一起研发的8AT变速箱 大动突破R呢 刚才说了 是搭载这个 大动的这个 7挡的44双雷合变速箱 熊瓦底发我们说过了 那么再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到底哪更耗用一些 那么动力上的 这两款车都不错 大动的对这个发动机 动力很强劲 这个福特的这个20T 也是非常强劲的 很好 很不错 那么差距它的这个变速箱方面 锐介采用的是8AT 你这个图R是7挡4双雷合 优点就是说 7挡4双雷合 传能效率很高 这个换挡很快 节油 开得特别爽 是很快 但是缺点就是它不耐照 不皮色 那么特别不适用于 这个拥堵路面 一拥堵就高温 高温就能顿挫 就是说不拥堵的 畅通路面开得是特别爽的 那么AT变速箱呢 虽然换脑轮上 没有那么快 但是它变速箱特点就是 非常皮色耐照 使用性更好一些 那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2QR嘛 大动车型嘛 只要是涡轮之亚版本 代替它肯定是加9数 它的EL1版本 自然吸气是加这个 92汽油 但是略界PLUS 只需要加92汽油 图括L油耗呢 在8个10个之间 略界PLUS 在9个到12个之间 所以说这样一比呢 就平衡了 用车成本都差不多了 油耗方面这块 图括L这款车呢 在极加速的时候 一二档还是有一些顿挫的 但是说加速是特别好的 动力很强劲 尤其是这个380 动力是非常优秀 油耗的 那么底牌悬挂的支撑 还有这个扎实感呢 也是非常好的 隔音方面呢 同级别来比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是 这台车呢 唯独就一个缺点 就是说颗粒补得器 容易堵塞 那么很多人说 现在这个图括L 颗粒补得器 已经不堵塞了 网上说 其实呢 这个是不真实的 图括L2023款嘛 刚上市不久 不几天 堵不堵 还得去靠时间去验证 对吧 它只要是满足滚肉 它就有这个颗粒补得器 它必须的 那么瑞介PLUS这款车呢 开的是非常优秀的 要动力有动力 要操控有操控 底盘的扎实感 测轻 比如说底盘的支撑 还有这个隔音方面 NVS进行这一块 都要比这个图括L好很多 乃至空间上 也要比它好很多 所以说这辆款车呢 这个瑞介PLUS 无论是操控 动力 还是说这个隔音方面 底盘扎实感 质感方面 这个价位啊 我跟你说 很难被超越的一款车吧 那么所以说 这辆款车呢 我建议啊 如果说你预算冲突的话 尽量选择这个瑞介PLUS 要比图括L好很多 图括L毕竟有 这个颗粒托出器 堵塞这个风险 对吧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 都带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